今天呢我们用这支子鸡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四川特色的做法 先砍半边下来 攒好的鸡肉里面加入姜葱 盐 胡椒 来一点二锅头 下手抓匀 先给它码过十来分钟 这里呢我们准备了一点泡姜还有泡海椒 泡椒和泡姜拿一半来把它炸碎 剩下的这一半姜和辣椒把它切成结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点姜葱蒜末 把腌制鸡肉这里面的姜葱夹出来不要 给它加入一勺淀粉 下手抓匀即可 让它表皮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 锅里下入少许的油 油温七成热下入麻好的鸡肉 快速地把它划散 鸡肉全部划散并且大约划熟之后先把它倒出来备用 另起锅下少许的油 油温四成热下入小料 再来上一点豆瓣哈这样子颜色好看一点 因为这个泡椒不红 炒出香味过后下入泡椒结结 再来上几颗干发酵 下入刚刚的鸡肉 快速把它翻炒均匀 烹入一点料酒 加入少许的水 转小火给它焖过五分钟 趁这个时候我们来准备一点项料 芹菜把它切成结结 紫浆切成片 鸡肉已经上来差不多了 调味鸡精 白糖 耗子油 再来一点点米醋 没有米醋直接用盛醋 下入切好的项料 大火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 最后淋少许的明油出锅装盘鸡 炮椒鸡嘎嘎出锅了 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葱发美味继承 川味浓郁的一道泡椒鸡肉就已经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开胃下饭特别的好吃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先收藏住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做一下 泡椒鸡肉已经做好了 休息五分钟我先吃一个桃子 你们有啥子吃啥子这个桃子三块钱一斤 最后还剩我来给大家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整一头鸡肉 入口的时候就是一股浓浓的泡椒味 然后这个鸡肉咬下去有点绵 它不是一种鲜嫩的感觉 总之来说吃起来味道还是不错 比较适合下饭下酒的一道菜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响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